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18集 不放在一起看的话,法恩长得更像催茹 只有法恩和徐仲义面对面 特别是徐仲义的长相改变后 为胜一双眼睛没动过手脚 父子俩的这个特征几乎是一模一样 真像啊 徐仲义坚持称自己为秋野 不复仇,无言用本名,也不敢用本名 然而此时此刻,他根本当不了秋野 看着亲儿子在眼前,他没办法不动容 成乐 夏小兰看得出来,徐仲义很激动 他的手脚都在轻轻颤动 这一声呼唤更是十分动情 法恩看着张家栋 张家栋一脸笑容 他应该就是你身负徐仲义 打个招呼吧 否则别人误会我 这么多年来养育你时 没有给你好的教养 法恩嘴唇如动 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徐仲义 最终也只是说了一句 他和照片上不太像 当然不太像啊 徐仲义完全改头换面了 夏小兰忍不住插话 十九年前 为了逃过黑帮的追杀 他受了严重的烧伤 后来接受过手术修复的治疗 对不对,徐叔叔 徐仲义已经整理好了情绪 仇人还没解决 他不该泄露自己的软弱 我的确是被火烧伤了 伤势严重到 我足足养了半年才好 我被烧毁了面容 却也因此捡回一条命 如果不是躲起来养伤 我也不能躲过你的追杀 张家东 我说的没错吧 你当时一定急坏了 到处让人找我 殊不知我就待在旧金山 在一个地下室里养了半年 哪儿都没去 地下室那种逼则 没有自然光线和任何娱乐设施的地方 正常人待几天都要被逼疯 徐仲义却足足待了半年 在那半年里 他反复在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想着报仇 想着事情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心里时刻都在煎熬 好在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 他总算能坐下来 和张家东清算总账 你隐藏得真好 徐仲义也不怕当着一屋子人的面 揭开自己昔日的狼狈 我在地下室养好伤 逃出去那几年 只能当个流浪汉 我时刻小心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老鼠枪以我的身份被我下葬我要人 因为我还没找到 易如和常乐的下落 等我终于查到一些线索时 易如已经嫁给你三年 张家东啊张家东 你太贪心了 拿了一半的古董还不满足 假装好人娶了易如 想从他嘴里知道 另一玩古董的下落 这些话 是故意说给法恩听的吗 夏小兰还以为 徐仲义会直接让人干掉张家东 转年一想也对 杀了张家东 大概崔儒 蒂娜 还有法恩 都不会理解 徐仲义得把张家东的真面目揭穿 可徐仲义说了这么多话 张家东却一点都不紧张 他甚至还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对法恩苦笑 意思是你生父的脑子出了毛病 徐仲义 我不知道谁在追杀你 什么古董啊 我和易如结婚多年 从来没问过一句这种话 我知道你查到张家强是我同族的兄弟 就以为我和张家强是一伙的 救心山的老华人们可能还有印象 我曾经也是张家强勒索敲诈的对象 如果不是我留心张家强 救后的大话提前躲在码头 我也不可能救下一如母子 将一如母子藏好后 一如哀求我再去救你 我去你们的出租屋 发现熊熊火光 大火烧了好久才被扑灭 里面发现一具尸体 一开始我还以为死的是你 直到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张家强出现 才怀疑死的是张家强 你从黑帮手里逃走了 张家弄的自便 让杜照辉额头上亲肩都蹦出来了 你这谁扑嘎呀 我乖呀 你是好人你还找人撞我啊 是啊 还有这点说不过去呢 这下子就连法恩也望着张家强 张家强依旧不慌不忙 这件事我不否认 但我不是想伤害你们谁 我只是想逼徐仲义现身 他仓头落尾多年 时不时窥烫我的生活 不能接受义如改嫁给我的事实 说实话 我已经受够了他带给义如的心理压力 活着就活着 死了就死了 不要整天觉得自己是唯一受害者 徐仲义真的好惨 他的对手是张家强这样的人 心理素质好 脸皮厚 手脚还干净 夏小兰都想知道 徐仲义到底有没有真实证据 徐仲义没让夏小兰失望 他这些年可不只是在倒卖古董 徐仲义示意手下将一个箱子扔在桌上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各种账目 这些资料 美国IR司会会更感兴趣 FBI也不会拒绝 我不用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 我只知道 你才是旧金山华人帮派的实际掌控者 像老鼠将那种小喽喽做事 都是听从你的吩咐 张家栋却看都不看 反而笑了 现在是在香港 这样的证据你想拿出多少就多少 如果我真的有罪 你应该向美联邦政府告发我 FBI也好 ILS也好 他们总有人会抓住我 张家栋有恃无恐 杜征荣听得无聊 敲了敲桌子 两位 我没有时间来听你们扯来扯去 大家都给我干脆点 这件事想怎么解决 徐仲义慢慢站起来 杜董说的没错 我找的这些证据 只是想告诉义如母子 我没有报复错任 不管你怎么狡辩 今天 我们既然同时上了邮轮 你我身间能活着下船的 只有一个 徐仲义这样一说 周成和潘宝华 已经把夏小兰挡在了身后 杜征荣也皱眉 三方都带了人马 那些人慢慢围了上来 冲突一触即发 休闲厅门口 忽然出现了两个人 是崔如和蒂娜 张家东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法恩 我以为你会照顾好你妈妈和妹妹 今晚的场面 他们不适合出现 法恩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资料 不 我认为他们应该好好听一听 谁对谁错 今晚应该有结果 如果是他污蔑了你 就算他是我的生父 我也不会站在他那边 如果他没有污蔑你 他的话没说完 意思却不言而喻 这个反转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连潘宝华都多打量了法恩几眼 之前还以为是个白眼狼崽子 老话不都说了吗 小白脸子坏心眼子 没想到 法恩隐藏得这么深